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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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不是光中国这个地区产的植物矿物动物 很多外国的一些药物 你像乳酱默药 你像西红花之类的 都是国外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用在中医的辩证论治体当中 所以一切唯一辩证论治体应用的药物 才叫中药 中药的药性 其实是跟生命发生的一个合相 就是没有生命参与的时候 你没法衡量这个植物 动物矿物这个药物的药性 的一个走向和一个纠偏的状态 而必须得有活的生命 人参与的时候 这个合相才产生 然后这个药物的性气功能 才发生出来 实验室里在试管里 在培养机里 在动物身上 你都观察不到 这个性味的这种合相 所以把中医中药学 拉下到植物药学的角度 其实把中医中药给降低维度了 物质结构观的维度 其实是三维的 而中医中药的维度 比这高得多 有的药物是能在人体的 神魂魄移制里 然后产生影响 这个道的药材 其实是讲究不同的地域 对这个植物产生 不同的性体的打造 所含的这种性气功能 对于生命的提升指数的能力 最强 所以他强调了这个地域生产出来的 火学药物是最有医疗价值 所以就定了很多地方 什么上党身 什么宁夏枸杞 什么川贝等等 一些地域性的药物 然后这些药物都在应用上 纠正生命偏性的时候 是疗效最突出的 所以就规定为是道地药材 而且这个道地药材 还得要按时间节律来采摘 就是有些虽然长在这个地域里 但是你过于早地把它采摘了 那个性气功能没打造出来的 那个采摘 它疗效也不突出 所以中药药效性味归精 是很高级的学问 你别看那草丸树皮 在不同地域 然后不同的抛生情况下 然后产生对生命的影响的一个状态 完完全全就能不一样 你看当归头是云血上行的 是活血的 当归身是阳血的 然后当归尾就是破血的 长在同一根当归的根茎上 但是在不同的位置发生 对于你生命的纠正角度就是不一样 但是你用成分去衡量它 在说没法衡量这角度 你叫麻黄 麻黄是发汗的 解表的 麻黄根就是收色的了 炼汗的了 但是你用麻黄碱去规范这个 说一个收汗 一个发汗 这个功能表达不了的 所以你用分子生物学 统许中医照学发展的时候 其实把中医重要的特色都给丢失了 炮制学是中药独有的 是为了降低这种自然发生的药物的毒性 减毒增效用的 而且也有些药物通过炮制以后 立于保存储存 然后使这个四七五味生长浮尘 归经更发挥的更符合 医生期待的那个高度上去 去纠正人体的偏行 你比如说 经过炎炒就如肾经 经过毒草就种痞经 手屋经过黑豆的浸泡 然后久症久治的这种状态 就把它的微毒化解了 如果你要没炮制呢 它就会伤肝 可是现在不管你炮制不炮制 现在国家药的规定 你只为你用三颗 就等于完全的 是这个手屋的药物没法用的 因为三颗采癌身体 根本就发生不了 它养血一肾生发的这种状态了 所以它不去要求炮制 给制造无毒的状态 而且它要求你去 有微毒你就要减量 这么发展下去 一定把中医重要 领进一个死红痛 使中医重要学无法发展 有很多药物 其实经过成分学以后 觉得成分含量很高 但是你用在临床上的效果不影响 你像青莲桥和那老莲桥 老莲桥用在临床上就效果好 但它成分就不合格 所以在用植物药学 同那种中医重要学发展的时候 使中医重要学很无奈 在这种科学体育环境下 然后你去强调你的兴气的时候 你只能用嘴表达 而别的方式你无法去 跟这个实验角度和数据去论理 而且中医是生命的围动 生命围动发展的事情 其实是生物学观察不到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记录中医微信公众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